字幕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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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VLOG 忘記第幾集了 那這邊是小事的一個工作室 那都來處理一些直播啦 剪輯影片啦等等的一些事物 都在這工作室裡面 那這工作室裡面只有我跟小愛兩個人而已 今天帶大家來看 其中一個我們二手車行進車的管道 叫做拍賣場 線上的拍賣 那待會我們就 邊開始了 因為我看時間也來不及了 不知道今天 搶標不搶標的到車子 我不確定這個內容 能播出的部分到底有多少 那我能打碼的 我就盡量打碼 要不然到時候為了做影片給你們看 創話給你強度 好不好 那首先要下載一個APP 就是這個車輛拍賣的 那我們就開啟 我們要輸入這個帳號密碼 哇 因為今天太忙齁 時間太晚 我要拍的車子 好像很多都已經超過了 不過沒關係 我們盡量看看它有沒有超過 其實這個在前一天晚上 就要開始做功課 那在前一天晚上 它會在它的官網 然後公佈說 欸 隔天 所有 會參加這個 開賣的車子 還有它的這個 里程數啦 有沒有什麼一些簡單的 異狀啊 等等 然後他們會去評定這個車子的等級 等等 用他們自己的標準 這幾年 到十八萬 像我都從里程數開始看 我覺得 我啦 我自己本身 我認為說 車子只要里程數低的話 那如果 外觀有一些狀況啊 或有一些小小的板件的問題 我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不要傷及到主結構啊 或者是它的 車體的基建啊 那個問題太多啊 這樣子 雖然大家看不到 那我就用講的 它現在分左邊跟右邊 左邊就是這個 北部的 右邊就是 中南部的 那它分成兩個頻道 同時 兩個框框 同時進行 這個拍賣的動作 那當然 我們也都可以去 去拍它 也都可以去按它 聽了聽了聽的 聲音就是已經 成交了這樣 我再跑四萬八 再來我們來 哇太貴 好那它上面有講說 你烤漆大概要花 花幾處烤漆齁 那它這邊就有寫 像這還是有八個地方需要烤漆 那通常像 我看到這個 14年跑四萬八的里程數 我就有點興趣 可是它雖然寫了一些小問題 然後重點是 它的起標價太高了 起標價太高了 我可能我就連按的意願都 都沒有了 都不會有 像現在這台車它顯示寫什麼 引擎滅肉油 煞車異常 這樣 它會給你一個小小的提示 但是問題它寫煞車異常 它並沒有告訴你說 是如何的異常 怎麼樣的異常 它會寫一個很廣泛的一個字眼 所以其實啊 大家都覺得說 我去這個拍賣場買車回來 好像這麼便宜 但是其實 裡面是有一些風險存在的 所以大家不要去覺得說 你們車商在這拍賣場拍得很便宜 回來 整理整理 甚至不整理 就賺差價 那其實 有一定的風險在裡面 像它寫一個 像這台車它寫一個內裝異味 它是什麼異味 狗味 什麼味道 我們不曉得 OK 它就寫個內裝異味 所以 你還是有某個程度 有一些風險在裡面 所以說 假設車行在拍賣場買一個相對低的價格 那就代表說 我們其實當中 還有 還有要承擔著這個隱藏的風險 好的一個利潤在裡面 如果它的內裝異味 因為不是很單純的 只是稍微臭啊 或是養小狗之類的這種 簡單可以處理的 那 回來就倒大煤了 對不對 好 像現在 2011年的 Suzuki的某台車跑15萬 那11年跑15萬就不符合我們自己 我們的標準 所以我就連按都不會按 其實現在後面出來的車齁 車況不是 都不是很理想的車子 我來等等等一下的 等一下的 這個車子看有沒有比較 比較優的 我很想要標一台給大家看看 哇 這還蠻便宜的 06年才跑11萬 可是他就有寫 引擎式的基建生鏽 底盤的基建鏽石 所以他寫一個 引擎式基建生鏽 底盤基建鏽石 那我們也不知道 到底生鏽跟鏽石 有多嚴重 比如說現在下面這台車他就寫 車內有狗毛 狗毛 狗毛要分很多種 對不對 有捲的 細的 有粗的 有長的 不曉得 但是車內就是有狗毛 是三根還是三百根 不曉得 所以越老的車齁會被寫越多的問題 比如說什麼 這個勾多了 什麼引擎滲透油 變速箱漏油 外部硬 引擎外部硬 路檔抖動 避震器 滲透油 機油的油尺 斷掉 缺天線缺備胎 遮陽板故障 等等的 那上面還會顯示什麼訊息 除了這個車款 車牌號碼 出場 年份 然後 手排自排 里程數 二輪傳動 四輪傳動 然後汽油 柴油 然後這個 幾門 什麼顏色 然後它 我覺得有比較特別的是 它還會寫出說 這台車建議回來 四處 有幾處需要烤漆 那幾處 幾處需要烤漆 就是 我們都有一個 汽車的這個平面的 上市圖 展開圖 那一片一片 一個門算一片 引擎蓋算一片 後車廂蓋算一片 然後它就告訴你說 它有幾處建議烤漆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輪胎的部分 它會寫上說 欸 回來建議更換幾條輪胎 這個都是 盡量給你做一個參考 拍賣 因為是全省的會員一起去拍的 所以其實 我坦白話講 你如果所有的錢 全部都要扣到 比如說你說 這台是行情30萬 然後你看它勾選的東西 輪胎要花幾條 然後外觀要幾處烤漆 你全部都一樣一樣 把那個價錢扣下來 你買不到這台車 所以這個是競標的壞處 還有一種就是 你很容易陷入一個情緒裡面 你就 哎呀 差一千再加一下 差一千再加一下 基本上它點一下就是一千塊錢 點一下就是一千塊錢 一次出價就是加一千 加一千 你會很容易陷入那個 差一點點的情緒 這感覺就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夾娃娃 到那邊夾娃娃 幹到洞口了有沒有 已經投五十塊了 好啊再投十塊 越來越近了有沒有 又拿十塊又投 對不對 最後夾了保夾 所以坦白說 對於這個車商來講 有時候在裡面 你要撿到便宜 比較不容易啦 因為 便宜的車大家都覺得便宜 對不對 這個車如果價錢 你一看就 這個便宜這個便宜 但是全省的 會員 都覺得便宜啊 對不對 大家就會狂按 所以就會一直 增加一直增加 然後再加上 我剛剛講那個情緒進去 我跟你講 一台車有時候 會超標購買 哇完蛋了 我怎麼都沒有看到 我怎麼都沒有看到有興趣呢 糟糕 我今天一定要想辦法買一台車 給大家看 要不然 下個禮拜就沒有影片 給你們看了 我昨天做好功課的車 今天全部都超過了 我還做功課做到四五點 結果早上爬不起來 搞屁啊 那當然像我的習慣啊 我不是 每天啊 但是我 喔有 這個來一下 加一千 好太貴了 我加了一千之後 一直被往上頂 那我就放棄 超過我預期的價格 我就不要了 這台一零年的車跑九萬多公里 我就有點興趣 但是因為喔 它這個上面有一些是這個 尾拍的 所謂尾拍的就是這個 車行啊 或是民眾啊 把車牽到這個地方 然後讓他們公開拍賣 那他們都會定一個底價在 所以我按如果沒有超過底價 基本上是不會得標的 那你超過底價也不一定得標 因為有別人可能會再加你的價格下去買 也會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哇這個一五年的跑十三萬 是哪 愛甲無名不知道 不是啦 愛甲無名不知道 短短的四年時間已經開了十三萬公里 那裡面喔 偶爾啦 久久也會出現一些 很很有趣的車子 蠻好玩的車子 很冷門的車子 像我曾經就在上面買過 手排三零的三千GT 可是它不是那個三千GT啦 不是那一款 那個是日時啦 零二款左右的那個日時 是手排妹 龜手排的 我也曾經在上面買過 還蠻特殊 蠻好玩的車 結果回來也是花了一堆錢 然後賣掉就 就賠錢 呵呵 那上面偶爾也會有一些名車啊 豪車啊 馬沙拉蒂啊等等都還蠻常見 C63 163啊 155啊 等等一些奇奇怪怪怪的怪給C 都有可能在上面出現 但是當然相對會比較少一點 然後甚至有一些重機啊 還有之前有一些電動摩托車啊 電動機車啊 上面都會有 偶爾都會有出現這樣 然後定期如果上來看這個拍賣 現在對於我來講的話 我們是可以去了解這個行情的變化 市場行情的變化 那我在這邊跟消費者分享 其實車子二手車的行情啊 絕對不是車商訂出來的 很多人都說 你們車商都買 都買很便宜 賣很貴 我覺得 大家誤會了這一點 這個行情都是消費者反映出來 市場反映出來 這個車 去收多少錢 人家願意賣 然後你賣多少錢人家願意買 這有點像股票的概念啊 所以 全部都是由市場反映的 我很想買一台跟大家分享 不然我這部片要變廢片 其實我之前已經拍過 可是都沒有買到車 或者是拍到一半 忙 就沒有繼續拍下去 然後都變廢片 所以我不知道 我這個 要拍幾天才可以完成這個 拍賣車的這個影片 我忘記怎麼改一下 改排氣管 頂棚塌線 全車改設 改HID 有沒有 它都會寫出來 可成交 哇這海鴨車 海鴨車還是有人要的 海鴨車你知道嗎 都海鴨在塞 嘿嘿嘿嘿嘿 這是術語好不好 又教你們一個車界術語 海鴨車 哇 死定了 怎麼來到六字頭 GG了 今天買不到車了 哇 買不到車了 GG 像它現在 為什麼我說要結束 它現在目前跳到這個區塊 它就很 很 直接的寫 里程是不保證 就是跟你拼好 保證不準 因為你里程是準的 你不可能丟到這邊來說不保證 但是講得好聽一點 是無法查證 查證不到 但其實大部分的不保證 大家都知道可能有點問題 里程數上面可能會有點問題 那你對於我來講的話 在它這個區塊 這個序號 以下這些區塊 對我來講 我連看我都不用看 因為里程不保證的車 我是絕對不可能買 又變廢片了啦 像它這個序號上面 它都會跟你說明說 其實序號裡面有一些含義 就是有一些是 精選的車 有一些是這個 推薦的車 那序號裡面有一些含義 就說 這個車的位置是在台北 桃園 或台中 或是高雄 在這個序號裡面都有這個玄機在 那我想消費者也不用知道那麼多 那 那對我們這個會員來講 它現在目前是只有會員可以拍賣 那我們也壓了這個壓標金在裡面 那也就是說你有這個壓標金 你才可以 你才能夠買車 我看我們只能下禮拜再來 它這個現在目前一個禮拜有兩場 禮拜三一場 禮拜五一場 那現在目前台灣最大的拍賣場有兩間 一個是這個和韻 那一個叫行將 那如果行將是三跟五 那因為我只有加入行將這個拍賣 所以我只會在三跟五上來看而已 拍賣這個地方 我坦白話講 對我們來講 我們都覺得有時候 我們都覺得大部分在上面買到的車是 價格偏高的 我本身 我除非是在非常缺車的狀態 我才會上來上面 補車子 那當然有一些車 不符合我們的 不符合小師的標準的 我們也是會把它丟上去 委拍 委託他們來做一個拍賣 也許里程比較多的 或是車轉不符合我期待的 然後 車礦不符合我的標準的 我都有可能丟上去拍 有時候因為每一間車商的標準都不一樣 有些車商他太漂亮的車 他不想賣 為什麼 因為越漂亮的車 越新的車 越沒有利潤 但是呢 他越沒有後續的 售後 保護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都是 見仁見智 每個人做生意的方式 喜歡的車種 喜歡的車款都不一樣 所以在上面就可以做一個 貨物的交換 對不對 商品的交換 哇 完了 北部的已經拍賣結束了 好啦 離開 喂 嘿 幾年的 嗯 嗯 啊 高齊版 一一勒 有價錢嗎 一九五一九五一一勒 啊 要開嗎 要開嗎 就是什麼都配備都沒有 呵呵 只有車子 四顆人 可以啊 好啊 可以啊 可以啊 我現在沒有這個 齁 欸 你現在你看到車嗎 還是怎麼樣 啊你會發就沒發啊 好不好 齁 好 好 好 拜 趙無敬 你還差我一件事 你給我記 要丟六大派 來大肚招我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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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下一台會不會買到 吃一隻一隻一千塊 吃一隻一隻一千塊 出價 出價 再出價 出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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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出價 讓子彈 背尾 讓子彈 背尾 還是這樣 欸沒有人按喔 有喔 欸 欸沒有人按喔 有喔 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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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實 超大 Gul 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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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this love is on fire elemente,e que elemente sobresaliente so pa tu mente yee sobresaliente pa tu mente elemente,e que elemente sobresaliente so pa tu mente yee sobresaliente pa tu mente con la mano arriba digo donde,donde,donde estan las mujeres solteras digo yo,donde estan las mujeres solteras con la mano arriba yo no se lo que voy a hacer sin ti sabes que tu querida donde,donde